苹果iPad和MacBook OLED荧幕即将面世 随着iPad和MacBook系列 从miniLED到OLED技术的转变 美国Apple公司正与LG Display进行谈判 以使用第三方设备 这可能是为了加快下一代显示器的生产速度 苹果青睐佳能Talkie OLED征度机 苹果与LG合作的目的是为了确保 2024年的iPad和MacBook机型使用Sumic系统的OLED设备 从而降低成本 据韩国ZELEC报道 由于加能Talkie OLED征度机的可靠性 苹果公司青睐于它 但加能Talkie公司的设备定价较高 被认为不经济 为此 LG正在与Sumic Systems公司合作购买OLED征度机设备 以开发未来iPad和MacBook机型的显示技术 如果LG转向Sumic Systems 其投资将减少约40% 这意味着未来苹果设备的每块OLED面板的成本将大幅降低 LG和Sumic Systems达成一致 LG和Sumic Systems正在努力达成一致 以开发第八代OLED征度机 制造成本的降低也使得其他公司可以在他们的产品中使用这项技术 因此 OLED面板被广泛采用 此前 我们报道了即将推出的OLED iPad Pro系列的售价高达1500美元美元 比目前机型贵80% 未来的13.3英寸OLEDMacBook Air的价格也可能相似 苹果公司倾向于继续使用佳能Talkie的征度机 但如果LG和Sumic Systems无法达成协议 未来的苹果设备买家将不得不花费更高的价格购买新品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